他是小李飞刀中重情重义的阿飞 他是战狼中保家卫国的中国军人 从玉面小生到铁血硬汉 吴京经历了什么 他可以为了高制作的片子 零片酬出演 也能从代表作是零 逆袭至百亿票房的冠军 却因为一句 这世男世女引来事业低谷期 暗讽男团偶像都是阴柔之风 惨遭全网寻嘲 吴京还能否回到巅峰 近日有网友爆出 吴京父母是航天部的工作人员 不少人感到震惊 毕竟当初他被大家误认为是穷苦人家的孩子 拍电影都得把房子抵押 期间老婆谢南也扬言 拍不好我养你 而他的父亲虽然在航天部门工作 却没有给儿子带来任何帮助 但是按照吴京以前的叙述 他走上娱乐圈也是受父母影响 小时候因为过于调皮 被父亲一脚踢出去七米的距离 人都贴在墙上面 扣都扣不下来 六岁那年为了继承武术施加 就被送去石煞海体校开始练习武术 最后拿了诸多奖项 而练习武术无法避免的就是艰苦 当初为了练习基本功 一堂课就要练三个小时 直到进军演艺圈 他才明白自己有一身特长 是多么的明智之举 但也因此受到同行质疑 当年与真子丹合作电影《杀破狼》时 其中最精彩的莫过于二人的对手戏 要知道那个时候根本没有特效 也没有为此单独设计动作 因为同事武打行业 全是真刀真枪的硬杆 虽然观众看了那叫一个过瘾 但对于两位当事人来说 绝对没有顾及对方 尤其是真子丹还背上欺负新人的名声 根据坊间传闻 吴京因为这场戏被打断四根肋骨 其实存在一些谣言 但大小伤绝对不少 其中真子丹使用的甩棍就断了四根 如果换成今天的地位 就不知道会不会手下留情了呢 而让他从默默无名走向巅峰的 只需要一部战狼 为了拍好这部电影 吴京不仅自掏腰包 还抵押了房子 以及自己的全部心血 幸好吴京的梦想 得到了妻子谢南的大力支持 老公这是你的梦想 如果全赔了 我养你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能让吴京感激到现在 所幸后来 他没有让妻子失望 战狼不仅得到各行导演夸赞 还将战狼2达到 前无古人 后男有来者的电影 并在中国内地 创下累积观影人次 1.4亿的成绩 荣登单一市场观影人次 全球榜首 当然人红是非多 吴京也不例外 引来了不少黑粉 一句这世男世女 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网络暴力 甚至还被逼着 当众给该男团发布道歉声明 吴京是在一场电视采访里 被问到当湖男团XO时 演员吴京开口说道 自己不认识第一次听说 并且还反问华少 这是男的女的 我们有一个现在女性 就90后的女性 非常喜欢的一个组合 叫EXO 她们的EXO 不是喝的 不是喝的 一个美男代表 这是男的女的 都是男生 全部是男团 全部是男团组合 惊呆了 说着无心听者有意 再正常不过的一个问题 却到粉丝团的耳朵里 是变相的辱骂 也让许多粉丝们无法忍受 逼口吴京道歉 面对这样的处境 吴京也表示 理解粉丝的行为 但在维护自己偶像的同时 也希望大家可以先把访谈 看完整再评论 对此 吴京第一次经历网络暴力后 也非常有感慨 难怪有人劝我 不要拍硬汉题材的电影 没人愿意看了 但我觉得 这是电影做的不够 是现在的荧幕上没有一个硬汉形象 观众还能看谁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小鲜肉 成为大家追捧的对象 无论是男是女 都要浓妆艳末 很多年纪上小的学生 他们的梦想不再是科学家 反而是屏幕上化妆跳舞的男团偶像 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的审美 以及思想 而吴京这样做 真的错了吗